在和乐广场附近有一间屋龄52年的老房子 总共有三层楼高 四房两厅五卫浴 开价890万元 不过注意到其中一层楼卫浴设备 竟然只有淋浴用的帘棚头 不但没有马桶 以及没有洗手台 甚至连隔间也没有 这照片被PO上网之后 网友就说看起来很监狱风 打开足路网这间老屋 上头照片放大一看 卫浴设备马桶洗手台隔间 统统都没有 只有一只连棚头 这风格网友看了 差点以为是监狱 他的母亲就是行动不方便 所以就为了要让他在沐浴上比较方便 就不能不做门这样 原来不是屋主可以设计 而是有租客母亲行动不便 才改建成无障碍空间 但现在租客不租了 半套未浴 能不能变回全套 如果买家他自己有更好的想法 那我们就尊重他 那如果真的有期待让我们帮忙隔间 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 这间房屋屋龄52年 一共三层楼将近36平 四房两厅五卫浴 开价890万 换算下来每瓶大约24万 以和乐广场附近房价来看 显得优点高 走路用做个优先 很不能买到一个好的点 地段好 即使老旧都要将房屋 在有限空间充分利用 这独特半套未浴 也让网友留下深刻印象 嘖嘖称奇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